入侵入种最怕什么 答案呢就是中国 一般外来入侵的物种啊 到了中国都会被中国的吃货们呢 吃到供不应求 比如说小龙虾 生蚝 海星等等 可是啊 凡事啊都没有绝对的 这回这个入侵物种啊 我的吃货呀 表示无能为力了 那么这个物种到底什么来头呢 有多可怕呢 咱们呢 一起来研究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 我是大象 这回让我国吃货们 头疼的物种呢 叫做罗飞鱼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罗飞鱼 罗飞鱼的原产地啊 是非洲 属于啊热带鱼类 罗飞鱼的肉质啊 鲜美 蛋白质含量高 富含呢 八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更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罗飞鱼的刺儿比较少 深受啊 中老年人的喜欢 因此啊 罗飞鱼在1957年的时候 被引入中国 引入中国以后 罗飞鱼啊 就开始不安分起来 开始啊 往外逃窜 罗飞鱼啊 虽说是杀伤力不强 但是啊 凭借超强的繁衍速度 很快啊 就在中国泛滥起来 一条雌性的罗飞鱼 能产1000到1500颗卵 虽然数量啊 跟别的鱼卵呢 产量差不多 但是它们卵的成活率啊 确实很高 罗飞鱼啊 有个外号 叫做护卵狂膨 那是因为罗飞鱼啊 可以口服鱼卵 这种方法 对于鱼卵的繁殖啊 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成活率啊 特别的高 其次啊 就是罗飞鱼啊 是杂食类鱼类 见啥吃啥 只要是有点吃的 就能够活 它还能够耐滴养 它能够在一些水脂不好 氧气不足的水域生存 对环境要求啊 是特别的低 它可以在15到35度的温度下 正常生存 但是当水里的温度 低于15度时 罗飞鱼啊 就会进入睡眠状态 因此啊 罗飞鱼泛滥的地方啊 也是有区域的 比如说海南 广东 云南等四季如春的城市 由于罗飞鱼在南方地区啊 四处泛滥 它们见什么吃什么 吃光了水里的植物 就开始吃本土鱼的鱼卵 造成了本土鱼类大大的缩减 甚至灭绝 一发啊 不可收拾 那么问题来了 我国啊 就连小龙虾 那么吓人的东西 都能够吃到灭绝 为何不吃罗飞鱼呢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野生的罗飞鱼 比养殖起来的罗飞鱼啊 腥味要比较重 一般国人呢 是不爱吃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逃狱后的罗飞鱼 大多数啊 生活在野外水域 还有一些臭水沟 下水道等脏烂臭的水里 这些水域啊 没有任何管理检测 所以罗飞鱼在这种水域生存久了 就会携带细菌和病毒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啊 吃过们呢 肯定是不敢吃的 只能啊 眼巴巴的看着无能为力了 前几年有一个黑心的商贩 竟然把野生的罗飞鱼 和养殖的罗飞鱼啊 混在一起贩卖 结果啊 人们吃了之后 感觉口感非常的不好 于是啊 罗飞鱼啊 开始臭名远扬 在中国市场呢 是一落千丈 虽然中国对于罗飞鱼 厌恶至极 但是啊 罗飞鱼啊 很受外国人的欢迎 比如说酷爱生吃的日本 做成罗飞鱼刺神 蘸上秘制的小蘸料 那就开始吃 罗飞鱼啊 属于淡水鱼类 所以日本人啊 想要吃罗飞鱼 就需要进口 我国的罗飞鱼啊 就有了出路 美国人呢 也是酷爱吃罗飞鱼 喜欢吃的程度啊 不亚于日本 现在美国啊 是我国罗飞鱼的进口大户 对于罗飞鱼 我国的吃货啊 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但是啊 没有我们中国 解决不了的问题 罗飞鱼啊 作为外来的入侵乌荣 对当地的环境啊 确实是有一定的危害 但是啊 只要我们管控得当 不把这种鱼啊 放到自然的水域当中 就不会啊 有什么问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啊 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 你们吃过罗飞鱼吗 欢迎啊 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